大家好 一个月前分享了南瓜仪苗的视频 现在南瓜苗已经长大了 要结出又大又甜的南瓜 除了日常浇水 还需要打顶剪枝剪叶 南瓜生长迅速 如果不管的话很快枝叶丛生 叶子大浓密的一片 不但消耗营养 而且空气流通不好 也容易有丛害和病害 今天我们来修剪一下 南瓜的主蔓长到七到八个叶子的时候 需要打顶 六 七 八 留八个叶子剪掉 这就是打顶 不让它继续长下去 南瓜叶子大 要保证空气流通 剪掉一些叶子 隔一个叶子 剪一个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结南瓜了 南瓜上的叶子要保留 它要给南瓜提供营养 隔一个 剪一个 每个南瓜叶都会长出侧蔓 主蔓上长出的侧蔓叫紫蔓 我们留两到三个紫蔓 紫蔓上长出的侧蔓就是孙蔓 根据南瓜的营养情况和生长空间 保留一到两个孙蔓 我搜到两个孙蔓 这个是雌花 下面已经是一个圆球 就是南瓜 这个花开了和熊花瘦粉后 就可以结出南瓜 剪叶子和侧蔓的时候 要保留花 一般都是熊花 留着瘦粉用 又发现一个雌花 黄叶子 老叶子和开过的熊花 要及时剪掉 减少虫害和病害 要给南瓜搭个架子 让它往上爬 立体生长 节省空间 长得长得慢 就近引到架子上 又发现一个雌花 剪下来的叶子 挖个坑堆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